看年光过去,功名为利,苏僧老去,机会方来 今天对于快船球迷来说,是双喜临门的一天 一席卡子哥以一个非常厚道的价格和客专队完成许约 二席主场立刻朦胧,球队再次拿下两连赠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二哥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观摩了金州勇士的比赛,快乐源泉又翻了好几倍 斩詹姆斯哈登那是恐夫指挂腰刀,文武双拳 今天的手感虽然一般,但斩将杀敌的方法多种多样 哈登立功的手段成出不穷 靠着一手传球,变成左手肢解防守,右手盘活全队 同样是出手13次,哈登也比库里多进了一个 但裁判那是真的针对登哥,全场只有两次发球 大家看看这个投篮热图,哈登个个往里杀 但就是要不到犯规,反观隔壁斯蒂芬库里 站在三分线外嗷嗷投篮,罚球比哈登还多 不知道波杰姆斯基所谓的如果库里像哈登一样打球 能场均40分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也想让库里体会哈登打死不吹的待遇吗 你这是要谋逆呀 说回今天的猛龙,他们是真的顽强 背靠背作战依然活力十足 与快传的比赛那真是你一拳我一脚 比分始终维持在一球之间 三节功夫,双方便已经35次交替领先 十次比分打平 看得我手心度出汗了 但是第四节快传更强的硬实力终于体现了出来 9分27秒,猛龙球员丧烂不中 哈登拿下球光速打反击,强硬撒内线 霸王硬上攻丧烂命中 快传101比95领先到了6分 这是球队第一次真正占领丧峰 随后快传打出高效进攻 哈登为了让乔治也成功许约 多次给大将军制造机会 乔治人道,哈登的球必到 于是上半场低迷的乔治 在第四节强势砍下15分 在他猛烈的进攻之下 最多的时候快传已经领先到了11分 但猛龙这支球队是真的有点东西 不愧是能防得库里14中2 15分大胜金州勇士的球队 最后时刻他们依然能强势反扑 连下快传速成 1分28秒 当巴雷特右撤45度 再次3分命中 竟然又把分差追到了4分 随后伦纳德扣篮 quickly还一个2加1 乔大将军进个3分 赛迪斯扬又还个上篮 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让 但快传终究更胜一筹 21.3秒哈登制造巴雷特犯规 全场首次走上罚球线 但两罚全中 快传领先6分 彻底撒死比赛 三天之内 我想看到快传敲定哈登和乔治的续约 解决了后顾之忧 银河战舰必将更加无往不离